臺通光電董事長李慶黃的兒子間特助李家豪 是內線交易案的主角 趁爸爸被搜索約談 沒人注意時搶賣自家公司股票 透過臺通光電走勢圖來看 3月14號股價31.1元 上午8點半搜索李家豪沒被約談 趁亂脫手名下股票 下午5點消息曝光 15號跌停28元 李家豪因急忙搶賣 避損超過954萬 16號開始臺通光電一路走低 李家豪早已賣股避開大失血 當然有可能他們已經事先知道 檢調有可能會針對這個案子要出手了 所以因為這樣 所以趁機發表說 由公司來進行庫藏股買賣 不只藉由內線交易擬之必損 案發前的2月18號 李家豪趁臺通公司買回庫藏股消息 尚未公布之前 先買進臺通股票 3月8號眾訊消息公布 一股27.75元 一路飆高 3月12號最高點33.55元 李家豪不法獲利超過1360億萬元 依照證券交易法第171條規定 得除以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幣 1000萬元以上 兩億元以下罰金 李家豪設內線交易遭起訴 法院裁定1000萬聚保 限制出境出海 應於7月26號以前 繳回犯罪所得 三連新聞網站也是外台北 三方報導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